非常簡單,做了一個立體字的效果 大家好,歡迎來到屯門畫室 今天介紹的是 唔竹的深淺色Brushable水筆 當然也是日本製造的Brushable 日本不足出品 我有三排,開給大家看一看 雙頭的垂筆 蓋子有顏色 特點是蓋子的顏色 每一支有深淺的顏色變化 大家看看 看一看 它發生 是Waterproof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防水的 兩個頭的大小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顏色差了一度 這是一邊的顏色 後面 看到嗎?淡了一點 那究竟這些淡了一點 一度的差距做什麼呢? 我試給大家看看 首先 用淺色那邊 先寫字 然後 用深色那邊 就做它的Shadow 非常簡單 做到一個立體字的效果 謝謝收看 今天到此為止 請大家收看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可以幫我讚好 分享它 以及訂閱我屯門畫室的YouTube 我價格的畫包資訊 就在屯門Ciru.com 另外想購買美術用品的資訊 就在MiniPiti.com 所有資訊的連結 我已經放在下面的 大家按下去就能看到 感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